你有想過AI可能被你的爸媽更懂你嗎? 現在有一款AI工具 只要在上面輸入你的社交帳號 它馬上就會生出好多內容 其中還不忘對你大大吐槽 不管是IG、X還是Linking AI都能在不到10秒內根據公開貼文 生成一大串吐槽 比如蔡依林被說是完美的 自我中心主義者的典範 貼文像是精心策劃的廣告 AI也單刀直入 質問徐光漢是不是以為 自己是時尚界的救世主 每張照片都像雜誌上撕下來的 也有人輸入最近很紅的王麒麟 結果一樣很逗趣 說她是社交媒體上的金牌自戀狂 讓人看吐槽文之餘 也好奇如何生成 知識界面上明明提供 繁體中文選項 不少人測出來 卻還是簡體字 原來開發這款城市的公司 Monica 據中資背景 由中國企業家 笑紅創辦 截至去年底 全球用戶超過百萬 今年中國AI產品加大外國布局 看全海外用戶更具付費習慣 只是這也不免讓人擔心玩AI吐槽會不會有個資風險 那因為它本身就是公開的 這些可能在用的時候風險相對比較低 它的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工具 比如說可以上傳自己的文件啊 可以把自己的E-mail或帳號都交給他 讓他去做分析 這個時候就要小心了 根據SimilarWeb分析 AI吐槽網站 目前流量最高地區就在台灣 截至8月17號上午11點 吐槽IG也成為全台搜尋量第一名 熱門程度不言而喻 但畢竟是基於個人資料深內容 使用AI前還是得再三斟酌 華視新聞 黃澳天周冠宇 台北採訪報導 哈囉 我是鄭亞方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